郭富城、孫佳君等演員 今天來到銅鑼灣街頭派錢 不是,是派紙鈔造型的戲票宣傳電影《無雙》 這次電影大獲好評 還有人認為晨醒和發哥 可以憑著這套電影再次衝擊視帝寶座 自己是要充滿信心 因為拍戲的時候一定要有信心 獎項的東西其實不是你自己可以去衡量 或者自己可以安排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由天來安排 但是我覺得做一個演員就是希望 尤其是自己過往也都拿過很多不同的獎項 我覺得當我拍戲的時間裡面 我就會把這個光環放下 希望可以有更加進步的演出 有突破的演出 我想《無雙》最重要的是 要多謝莊文強導演對我的信任 給一個這麼複雜的局勢學演 令到我自己在演技上面 或者有一個更不一樣的突破 這次拍攝的時候 法國就算去到海外 都是不停地萬歲 有法技士多 我記得我們去加拿大 法國正是他們去叫了一個熱狗車 是 是 很出名的在溫哥雅 一個熱狗的店 是 我以為他會外賣回來 但是我們拍攝巡地離開 很遠的整個小時 原來整間店 租了一輛車回來 所以不用吃其他 因為在加拿大吃的時間 可能是快餐車 但是到有一個熱狗車送來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點一個 你喜歡吃的熱狗 是 但是我都沒吃過 所以我覺得很好奇 還有很新鮮 我覺得很好吃 提到太太方緣 最近分享體重跌至歷史伸低 成省又會不會很擔心 其實我覺得希望 在我自己做工作的時間裡 都是環繞自己的工作 家庭的事以後再說